最后这个家族啊 干脆就把自己的姓氏 从这个盐改成了年 这件事是史料所在 不过他不能说服我 这改个姓就那么容易吗 关键是啊 您打改姓那天起啊 他拜的祖宗可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不是自个儿吗自个儿吗 这个看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咱们就按照上文书的约定 咱们来聊一聊啊 这亲命抚远大将军 年庚遥 说起来啊 年庚遥这段书啊 他不好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故事啊 他可长可短 望短了说呢 这年庚遥啊 这一辈子就打了一场胜仗 大战胜利以后啊 就成为了功勋贵族 皇上觉得呀 他可能对皇权有威胁 就把他弄死了 他这故事啊 也就这么简单 望长了说呢 这故事可就复杂了 因为年庚遥及其家族 与康熙 雍正两朝 大小官员 以及皇族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边啊 故事颇多 要是不细掰扯 就如同管中溃豹 您很难琢磨清楚啊 这最后 雍正皇帝 为什么狠心杀了年庚遥 于是呢 我就做了一个 长故事的提纲 但是啊 咱们尽量 望简单了讲 书不要麻烦 咱们是即刻开讲 这年庚遥 自量公号双峰 祖籍啊 在安徽怀远 他们家本来啊 他不姓年 姓什么呀 姓岩 很有可能啊 是当地人口音的问题 就把这个岩呢 讹传成年 最后这个家族啊 干脆就把自己的姓氏 从这个岩改成了年 这件事啊 是史料所在 不过他不能说服我 这改个姓 就那么容易吗 关键是啊 您打改姓那天起啊 他拜的祖宗 可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不是自个儿吗 自个儿吗 这个 早在明朝的时候 这年事就出过高官 成化年间 有个户部尚书 叫年妇 就是他们家族的人 到了明朝后期啊 这年事举家签字了辽东 后来在战乱当中啊 就被这后金部队啊 裹挟到旗下了 成了汉军旗人 那一会儿啊 这年纪的掌门人啊 叫年有生 是这年光瑶的曾祖 顺至十二年 年光瑶的祖父 年仲龙 考中了进士 就做了支州 一下子就开始了 这个家族的上升之路 从这儿啊 您就得能听出来了 这年光瑶他们家呀 和这个文学影视作品里 介绍的可不一样 在那些作品里啊 这年光瑶不是性格粗鲁 就是出身贫寒 有的还说呀 这年光瑶是奇奴出身 呃不是 人家正经是官宦人家 到了老年父亲 年霞灵这一辈啊 那就更厉害了 这年霞灵啊 经官做到过公布左侍郎 到了康熙四十年 还外放过湖广巡抚的官圈 这年光瑶他虽然是数子 但是也正经是巡抚家的少爷 到了年霞灵这一带 这年纪可算得上是大家族了 一呢是家族人多 再有啊 就是这年光瑶在雍正年 立的功劳很大 皇上宠着他 所以啊 在北京的大兴一赏坟地 就是四百八十八 请 京郊的农民 管这个请叫赏 大赏啊 一百亩 小赏十五亩 至于这四百八十八请 是大赏啊 还是小赏 不知道 您算计吧 即便是小赏啊 四百八十八 乘以十五 那也是且大一片地呢 这地儿啊 离我家不远 我去过 现在没有任何遗迹了 不过我算算啊 大概这四百八十八请地啊 横跨了三个乡 当然了 广年庚瑶一个人的坟地啊 就三十亩 在年庚瑶众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啊 最有名的 那得说是三个人 首先呢 就得说是他了 亲命 抚远大将军川山总督一等功太子太保 这就是年庚瑶的官衔 再者呢 就是这年庚瑶的大哥年西瑶了 这年西瑶啊 在雍正年也外放过巡抚 并且给皇上家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 负责管理淮安板闸的官税 可是这年大爷的官啊 做的是个稀里糊涂 他对做官啊 压根就没什么兴趣 相反之在科学艺术方面啊 这年大爷倒是颇有成就 他爱画画 可算得上是清初啊 著名的画家 不但如此 他对西方科学呀 也很有研究 他不但喜欢画中国画啊 还研究西方画 他就曾经写过一本啊 关于透视美学方面的书 叫世学 并且呀 他还爱好音乐 他是这个古琴 广陵琴派的传人之一 不但如此啊 他对数学 医学都有涉猎 不是研究研究就完了啊 人家可都有著作 他对中国艺术最大的贡献 那就得说呀 他在景德镇 做御瑶厂督监的这几年 他研制出了几十种法朗彩的颜料 一下子就解决了大清国 制造法朗彩啊 必须从法兰西进口颜料的窘境 跟您这么说吧 精美儒雅的雍正词 现在呀 在各大拍卖会场上是炙手可热 这一点呀 和当年年西遥对他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说完了年纪这两个男丁啊 就得说这年龙遥的老妹妹了 这老妹妹是谁 更了不起 这位呀 就是雍正皇帝前邸的侧附近年士 也就是说后来的敦素皇贵妃 敦素皇贵妃等到讲啊 雍正皇帝后妃的时候 咱们一定会讲 在这儿呢 咱们只简单的介绍几句 有人说这有什么好说的 这不就是政治联姻吗 为了讨好在外做官的哥哥 娶了人家的妹妹 不对啊 您把这个顺序啊 弄颠倒了 那又有人说了 不就是个侧附近吗 跟这个妾呀 也没多的区别 哎 您又错了 您听我啊 慢慢给您捋 北方少数民族 您比如说这蒙古族 跟这个满族吧 大家族啊 他实行的是多妻多妾制 跟汉族大家族不一样 汉族大家族呢 是一妻多妾制 在这些民族的眼里啊 正妻跟侧妻的地位啊 差不太多 这侧妻跟妾的地位啊 差的就多了 有学者认为啊 这个很可能是这妻呢 都是瞎聘礼取回来的 而这妾呢 是部罗战争 掠夺回来的原因 从后来满族人的服饰上啊 我们也能看出来 这亲王的大妃啊 头顶上是十颗冬珠 侧妻呢 是九颗冬珠 亲王的侧妃 比君王的正妃 头上还要多一颗冬珠 所以说这年氏啊 作为雍亲王的侧妃 那在雍亲王府当中啊 这地位是很高的 那么雍亲王取年氏 是不是政治联姻呢 当然不是 雍正在悼念年氏的文章中 是这样说的 黄考加其端庄贵重 特封为亲王侧妃 也就是说雍亲王 取年氏作为侧妃 那是老皇上康熙的意思 很多影视剧里介绍啊 这年纪是雍亲王家的 家生奴才出身 这就更不贴谱了 这年纪啊 是汉军 香白旗 在康熙48年的时候 本来还是备了爵位的 四阿哥印真 一下子被封到了亲王的爵位 这皇子嘛 出生的时候啊 都是香黄旗 但是这清朝的皇室啊 为了逐渐削弱 各大铁帽子王的势力 皇子一旦到了成年之后啊 就得归到下午旗当中 于是这印真啊 就管理起了汉军香白旗的一部分 这满洲的一个旗啊 是由若干个左领组成的 其中就有一部分左领啊 归到了印真的名下 巧了 这一部分左领啊 就有年庚瑶 他们家的长氏左领 也就是说 这年纪成了 庸亲王家的旗下属人 您得分清了啊 这旗下属人和褒衣奴才 是两码事 这旗下属人啊 人身财产都是自由的 这褒衣奴才可不行 那全是主子家的 不过呀 这大清朝廷有规定 旗下属人 也得是主子奴才自居 即便你是自由之身 做了一品大员 对主子而言呀 对你也能开家法 行惩戒 一旦开启仗来呀 你还是人家旗主家的兵 得听这个旗主调遣 您没听说有这么个故事吗 朝中为官 在朝啊是一品大员 可是回到家里呀 得到半丧事的旗主家门口 跪着迎客去 这就是旗人的规矩 咱们先从这儿挖个坑 等讲完了年庚瑶系列呀 必须得讲一期八旗了 到时候学徒我呀 把这八旗制度从无到有 细细之之的 给您捋上一遍 开头这一段啊 咱们先聊了聊 这老年的家世和家人 您呢大概旗啊 就应该能明白了 这年庚瑶啊 可不是用亲王他们家的 包衣奴才出身 人家呀 也是家学渊源 官宦子弟 并且呢 他也不是依仗着自己的妹夫 做的高官 要说在这官场上的能力呀 这老年绝对是一百一 自这双脚入仕途以来呀 没有哪件差事 是这老年办不好的 那么说这当官 广能力强行不行 不行 他还得运气好 有个专属名词啊 叫官运 这年庚瑶啊 就属这官运又好又强的 咱们呀 就从他这个相识 会识的两次科考说起吧 老年啊 相识这一绑 就赶上翔绑了 什么叫翔绑啊 同一年 同一堆考中了的人呢 叫同年 这群人呢 那惹定是写在同一张绑单上 这张绑贴出来啊 就分翔绑跟亚绑了 翔绑呢 就是这群人啊 到最后都是朝廷的古功之臣 个儿丁个儿的大员 众臣 这哑绑嘛 就是这群考试的人呢 都碌碌无为 在官场上啊 谁也帮衬不上谁 大清国呀 他有过那么几次翔绑 咱就不提了 咱们单提啊 老年这一回 康熙38年 年庚瑶相识重举 紧跟着39年 就中了进士 咱们呀 先说举人这一场 那一年年庚瑶二十岁整 他在北直立顺天府 参加了乡市 那一年举人老爷的榜上 都有谁呀 索额图的外孙 当朝首府 伊桑阿的儿子 伊都利 还有明珠的孙子 纳兰姓德的儿子 福尔敦 雍正乾隆年 改土归流的大功臣 鄂尔泰 还有啊 就是这年庚瑶 除了这几位啊 广这个雍正乾隆两朝的重臣啊 就有二十几位 转过年来 康熙39年 这一颗的殿士 也是个大响榜 别人呢 咱就不说了 这其中啊 张廷玉年庚苗 您瞧 这了的吗 这个 张廷玉什么人 三朝老臣 最后供到了太庙里 那是太庙供奉的唯一汉人 所以说呀 就广童年之谊 这老年呀 在朝里 他就好办事 不但如此 这年庚瑶 在这群人里 还算是出类拔萃的 年庚瑶 二十一岁重进士 同时一年重进士的张廷玉呀 可已经二十八岁了 这还说什么呀 这老年呀 他真知道 就是少年有为 诶 这少年有为呀 可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呀 当时的名相 明珠说的 这明珠一看呀 说这年小的呀 他有出息 我呀 得跟他做门亲戚 摆胎呀 收到自个儿的门下 于是这明珠 明相啊 就派人去年庚瑶 他们家提亲 把谁说给他呀 纳兰姓德的闺女 明珠家的掌上明珠 叶和纳拉氏 这老年成了明珠家的 孙弟女婿 自然就和明相集团啊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是啊 他好景不长 没过几年呀 这纳拉小姐 他顽固了 这明珠啊 是看好年庚瑶的 他可不愿意 失去了这门好亲戚 于是这明珠亲自作媒 又给这老年呀 说了一门续妻 这个续妻呀 兴爱勋觉罗 是明珠老丈人家的一个姑娘 是英亲王阿纪格的后代 是宗室的一位格格 就是因为老年娶了这位格格 对年纪的后人啊 多少还有了点帮助 什么帮助啊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年纪的坟地呀 在北京大兴区的青云店 这年纪住在哪啊 年纪呀 住在朝阴门外 每年呀 到这个青云店上坟的时候啊 就得经过皇家猎场南园 这海子红围南园他大了去了 要是从旁边绕过去呀 那远了 可是您没辙呀 要是个大一巴老百姓啊 那你就得绕去 哎 人家这个年纪坟地里啊 埋着这皇家的格格呢 所以这年纪 就能从顺天府开出通行镇来 打这皇家猎场 海子红围中间穿过去 这一下子可就进了不老少了 要不去 这一天啊 不一定能打得了来回 这娶了皇室的姑娘之后啊 老年又和英亲王家有了联系了 所以说这年庚瑶年纪轻轻 在官场上的背景却是很复杂的 年庚瑶以科举考试入朝为官 那必定啊 是个文官的身份 康熙39年重进士 当年的五月 就被选为汉林院树集市 三年之后 这年纪轻轻的年庚瑶啊 就被留任汉林院检讨 官不大 从七品 可是就是这从七品的汉林院检讨 曾经做过钦差 担任过四川乡市的主考官 不过才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就做了四川省一场乡市 所有举人的作师 并且这些举人老爷里啊 夺的岁数都有 您别忘了啊 这范俊重举那年 五十岁的同生 所以说呀 有揪着白胡子的 也得管这二十多岁的年庚瑶 叫老师 康熙四十七年 升官了 六品了 升了六品官之后啊 又做了一回广东乡市的政考官 那所以比不了江浙呀 那比起四川来呀 这广东 可是出读书人的大省 这会儿啊 年庚瑶 已然是汉林院 市讲学士了 别的不说呀 天天能陪王半价 属于是天子尽臣 外放的都府大员呀 看在眼里 那简直就是啊 干气猴 康熙四十八年 对年庚瑶而言 绝对是个命运的转折点 那年朝廷中有什么大事 有啊 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应仍 因为账店夜景被废 到了康熙四十八年 又被重新立为了太子 对皇上而言啊 那就是上嘴皮子 一碰下嘴皮子 太子呢 立了废 废了再立 可是他对朝廷而言啊 这是大事啊 朝廷有规制 太子复位 必须颁照全国 并且还得下诏书 给四万的这几个分属国 朝鲜越南加琉球啊 其实啊 这都是咱们熟悉的 还有好几个呢 得机会啊 咱们再细聊 这老年啊 就被任命为副使 副这个朝鲜国 向其国王以及臣民 宣誓此事 要不就说了 这电视剧呀 它不是我写的 它都欠考据 您看这个电视剧 雍乘王朝里说 年庚瑶要从活猪几倍上 取下一块肉 来做小炒肉下酒 其实啊 这就比较扯了 人家这个朝鲜的官书上 写的清楚 年副使 不食四足之肉 所食不过 鹅 鸭 海参等物 命开城府 黄海道 准备接待食材 您瞧这老年 不知道信了哪门子邪教 人家呀 不吃四个腿的肉 这趟朝鲜的差事啊 办得好 回来之后 年庚瑶 一下子就被放了 四川巡抚的圈 咱们刚才聊的 只是这年庚瑶 发迹使的开头 年庚瑶真正的故事啊 那得从四川巡抚上了解 精彩回目就在下回 这年庚瑶 胆大妄为 竟然跟着康熙皇帝伸手 要官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